美軍延伸菲律賓海 韓企將轉向東南亞 加資產管理公司撤出中國 俄羅斯總理批評汽車製造商用中國零件 TikTok積極移除來自中國的隱蔽影響帳戶 美國移民局更新家庭移民簽證指南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新聞熱點我是芬妮 首先謝謝你們的支持 今天是香港時間5月24日 不知道大家是否厭倦充斥暴力和不良內容的電影、電視劇 現在乾淨世界影視平台為你提供一個全新的選擇 乾淨世界影視平台精心挑選每一部電影和電視劇 回歸傳統致力於為你呈現純正、積極向上的影視內容 傳遞傳統價值觀令你重拾經典之美 沒有不良內容為你和家人提供一個安全的觀影環境 現在註冊使用希望之聲的專屬優惠碼 即可享受15%折扣 好 下面我們來關注詳細的新聞內容 近日台灣國民黨和民眾黨在立法院強推國會改革法案引爆亂局 3萬民眾在立法院外抗以下國民黨和民眾黨聯手 以黨派劃分國會改革法案中的21條二讀通過 23日至24日中共宣布包圍台灣軍演 美國海軍和荷蘭海軍一起在南海展開雙邊行動 同時台灣民間團體發起《我藐視國會》全台串聯活動 23日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宣稱 台獨勢力將頭破血流 當日台灣國軍海軍海風大隊的飛彈車機動部署前往戰術位置 準備隨時遷滅入侵的中共軍隊 墾丁國家公園內出現紅二、紅三各兩組飛彈車緊急進駐 現場軍隊士兵實彈戒備 現場軍隊士兵實彈警戒 美國太平洋艦隊表示 美國海軍與荷蘭海軍一同在南海展開雙邊行動 以增進聯合戰備能力 既提升盟國海軍之間的互操作性 亦是自由開放印太地區的後盾 國防部致呼 國防安全研究院中志東對大紀元說 這次在台灣東南海域畫了一個延續區塊 其實就是鄰近菲律賓 以及美國在菲律賓的軍事基地 這可能是指向美國和菲律賓 因為大家都預期 假如真的台海有事 美國在菲律賓的基地 會成為支援台灣很重要的地方 台灣與美國的軍事合作 最近漸漸台面化 這是美國克爾安排 美國向中共釋出一個警訊 假如台海發生軍事衝突 美軍一定會有所動作 同時美國海軍的 烈根號航空母艦 進入菲律賓海 當日美國印太司令部 俄副司令施克倫卡表示 2023年中共軍隊在台灣海峽 舉行的軍事演習演練了 入侵台灣的關鍵行動 我們需要公開譴責它 但中共實際發動攻擊 並非不可避免或迫在眉睫 這將關係到無數人的生命 數萬億美元的全球經濟損失 以及維持過去80年來 相對和平與穩定的國際秩序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需要共同努力 以防止衝突 歐盟對外行動署發言人發表聲明稱 台海和平穩定對地區和全球安全與繁榮 具有戰略重要性 維護台海現狀 符合歐盟的撤身利益 歐盟反對任何以武力或脅迫 改變現狀的單方面行動 澳洲外交部長王英賢的發言人 向路透社表示 中共此舉有可能導致事故或緊張局勢升級 台灣海峽的和平與穩定 符合我們所有人的利益 總部位於荷蘭的ASML 為台積電提供極紫外光黑EUV機器 使台灣能夠生產當今最強大 最節能的晶片 知情人士稱 ASML向荷蘭官員保證 該公司有能力 遠程禁用這些機器 包括晶片工具 23日 台灣民間團體發起 我藐視國會全台串聯活動 預計24日 台北、台中、台南、高雄、嘉義、張法、台東都有抗疫活動 此把名夫說 根據中共體制內良知人士的口頭通報 中共國台辦上述文件有下列重點內容 就是要通過特定人士 敦促韓國瑜、扶崑其和國民黨立法院的黨團 運用議會改革的名義 提出立法院的調查權、總統的質詢權、反台獨法等法案 即使這些法案一時難以通過 亦足以造成台灣立法權的混亂 甚至停擺 將而有效地降低民進黨行政當局的執政效率 亦就是降低賴清德總統的執政效率 時評人唐正苑質疑 明明藍白兩黨擁有人數優勢 可以循正常程序通過法案 為何要採用被外界質疑的客廂操作和粗暴手法 這是中共的策略 既在製造立法院混亂 令習近平有藉口干涉台灣內政 台灣民眾已覺醒 類似太陽花運動的2.0版本興起 台海戰爭已開打 這場鬥爭不僅是政治上的角力 更是台灣民主與中共干涉之間的對抗 韓國政商學界將逐漸轉向東南亞市場 意圖擺脫對中國供應鏈依賴 加拿大鮑爾公司已關閉它在中國的投資部門 並解僱了所有員工 成為最新一家撤離中國的西方金融公司 21日韓國舉辦第十二屆Conference G 時事雜誌副會長全錄表示 專家提議應該採取減少對華依賴度 加強與世界其他國家夥伴關係的協議或行動 在我們對華貿易停滯不前的時候 對越南的貿易出現了爆發性的增長 越南已經超越日本 成為繼中國、美國之後韓國的第三大貿易國 印尼是世界第四大人口大國 它的潛力無窮盡 印尼正成為代替中國的新機會之地 南韓產業通商資源部次官崔南號表示 東南亞和中東是南韓下一個中國的重要地區 南韓產業研究院、研究委員趙恩嬌說 在半導體和電磁領域 美國都掌握核心技術 只是缺製造設施 同時美國對自己擁有30個設備領域進行投資 構建自己的技術生態系統 2023年美國對製造業的投資超過中國 成為世界第一大國 南韓企業迅速進軍美國市場 以半導體電磁為中心 對美製造業投資持續擴大 形成在美生產、在美銷售的新模式 在以美國為中心的內在化供應鏈重組過程中 廉價勞動力市場也正從中國轉向越南、印尼等東南亞國家 另外據路透社報導 兩名知情人士透露 加拿大鮑爾公司關閉它在上海的子公司 最近幾個星期已開始解僱當地的全部17名員工 它的發言人說 該公司作出一項戰略決定 將逐步退出中國公共股權戰略 由於中國經濟增長放緩和地緣政治不確定性加劇 加拿大鮑爾對當地投資業務的看法變得更悲觀 在過去的兩個月 庫達國際、摩根士丹里等跨國集團 或者大幅削減在中國地區的職位數量 或者擱置了他們的擴張計劃 21日 第九屆俄羅斯工業數字化年度會議拉開圍幕 總理米舒斯京參觀俄羅斯企業先進研發展覽期間 批評國產汽車使用中國製造的汽車零件 當日米舒斯京參觀福爾加汽車的新車刑事 他批評俄羅斯汽車製造商為更新的福爾加汽車 準備了中國製造的方向盤 福爾加是俄羅斯高爾基汽車廠的一款著名汽車品牌 在前蘇聯時期已經創立 還曾廣泛被社會主要國家用作公務用車 在蘇聯時代 擁有福爾加汽車是一種身份和地位的標誌 米舒斯京指出 福爾加的新款車看起來很現代 但方向盤有問題 他問說 方向盤是哪裡製造的? 是中國製造的嘛 我希望方向盤是俄羅斯的 他還強調 汽車本地化 不像轟炸機和所有其他部件本地化那麼困難 因為制裁 外國製造商紛紛撤出在俄羅斯的業務 導致俄羅斯汽車市場緊張 受到被檢短缺的困擾 俄羅斯工會去年就曾抱怨中國汽車製造商和供應商提供的零部件質量低劣 俄羅斯汽車服務聯盟表示 使用中國零件的車輛經常出現故障 而且需要定期維修和保養 一家汽車服務站的員工告訴媒體 這些中國零部件看起來和歐洲汽車零部件相似 但質量非常差 它們的成本比原裝被檢低得多 但它們確實會導致嚴重故障 甚至需要對發動機進行大收 這已經是一大筆錢了 近日就有一輛廣氣跨界車 差點將一名俄羅斯司機減生燒死 事故發生在莫斯科和奧倫布之間的高速公路上 這輛中國汽車車門起火 安全帶被卡住 剎車還失靈 司機奇蹟搬逃脫 但因為多處燒傷被送到醫院救治 現在俄羅斯人處於一角兩難境地 是埋一輛無安全帶的國產拉達 還是埋一輛隨時可能著火的中國汽車 去年夏天 普京呼籲所有俄羅斯官員都應該開國產汽車 莫斯科積極推動國產汽車工業的發展 今日政府將啟動超過6億6千萬美元的一個生產項目 其中包括支持國內福爾加汽車的生產 據華爾街郵報報導 TikTok公司在23日表示 今年前4個月 公司已移除了15個隱蔽影響行動的幾千個帳戶 其中包括從中國檢測到的第二大這類網絡 公司方面表示 今年2月移除了16個關於中國 宣傳中國共產黨政策和中國文化的帳戶 TikTok表示 這個網絡有11萬個帳戶關注 據TikTok方面表示 其中一些帳戶假冒命人或知名創作者來吸引受眾 這次行動針對的是美國人 因為TikTok深受年輕人歡迎 他們越來越依賴這個平台 作為新聞來源 雖然TikTok以前也曾移除過這種宣傳網絡 但現在公司開始強調它所做的這些努力 因為它想在美國生存下去 TikTok發言人發瓦澤華 將在一份單獨的透明度報告中 列出對影響行動的打擊 而不是保留到每個季度發佈 和其他社交平台一樣 影響行動在TikTok上也很常見 而且經常能逃避檢測 據華盛頓郵報這個月早前報導 俄羅斯最近加強在TikTok上的存在 其中規模最大的是一個 針對烏克蘭受眾的支持烏克蘭行動 擁有200多萬訂閱者 另一個針對伊拉克人的 反美和反以色列內容的行動 擁有44萬8千訂閱者 在大多數情況下 這些行動都是TikTok自己發現的 他也沒有將這些行動歸咎於特定的政府 或私人行為 也沒有公佈被暫停賬戶的名稱 在今年的全球大選年中 TikTok還表示 將增加識別國家控制媒體機構的政策 這些賬戶將只能在他們本土市場投放廣告 而不會出現在其他地方觀眾的推薦內容中 另外美國媒體披露 TikTok公司計劃在這星期進行裁員 已定解散全球用戶運營部門 可能將影響1000名員工中的很大一部分 正如的員工將被重新分配到其他團隊 22日美國公民和移民服務局 USCIC宣布 從擠入起將更新政策搜冊中 關於家庭移民簽證申請的指南 移民局說提交I-130表格時 必須告訴移民局有關受益人當前的地址 以及受益人是希望在美國國家簽證中心進行領事處理 還是希望在美國境內調整身份 提供這些信息 可以令移民局根據情況 來決定在I-130批准後 是將案件保留在美國移民局 還是將它送交國家簽證中心進行領事處理 如果你未在申請中提供相關準確信息 可能會延誤移民簽證或身份調整的程序 移民局將根據受益人 最近所在地點的證據 著情作出決定 一一對已批准的申請送交給國家簽證中心 進行領事處理 或將申請保留在移民局 進行身份調整的處理 該指南還解釋了 你如何聯繫移民局 以更正錯誤或更新代處理 或已批准的I-130表 這個包括你提出更新受益人的所在地 並說明他們是需要領事處理 還是在美國調整身份 移民律師劉宇華表示 提交I-130表是親屬移民申請的第一步 家屬還是中國 且排期到先來 在表格中應該選擇海外領事處理 在美國等待的 選擇受益人在美國的選項 移民局經常遇到這種含糊不清 不知道受益人是在美國以外 還是在美國境內的情況 至少案件沒有轉到國家簽證中心 而是一直在移民局的檔案庫裡 如果要將案件啟動轉到國家簽證中心 還需要單獨填寫I-824表 交差不多600元的申請費 再等一年半至兩年時間 這比美國移民局和當事人都增加了很大的工作量 所以美國移民局現在要澄清一下做法 另外移民官有權根據他們所掌握的信息 來決定受益人是在美國申請錄卡 還是要通過海外移民 移民局就決定案件是繼續留在美國移民局的檔案庫裡 還是轉到美國國家簽證中心處理 劉宇華說 如果受益人在等待期間搬到美國 或者有美國留學、工作簽證等合法身份 這個時候即使你當年選的是海外移民 領事處理那一欄 也可要求移民局 改為在美國調整身份 不用再重新抵交申請了 方便這些申請人 最後移民局表示 政策指南中提供了移民局如何決定批准 或拒絕家庭移民申請的一般指導 包括相關通知 好了這一節的新聞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裡 多謝您的收看 下次再會 多謝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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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ne 第一 多謝您 onze